就是说我在这个做公民记者这段时间呢 我看了很多台湾的这些 那个社会上不正义的事情 就像土地上面的不正义 劳工上面不正义 医疗上面的不正义 很多很多不正义的事情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 现在我们讲的是集中营的事情 是外国的事情 刚白色恐怖是有连接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不正义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在我的感觉上就有点久远了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跟我们现在连接在一起 这个会不会是跟我们现在学习一个东西 我们去了解历史这些东西 是不是要为了要使我们的现在更好 那我不知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了以后 怎么样跟我们现在连接 怎么样让这些知识 这些我们从文学上 从历史上得到的知识 怎么样连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像大家都知道大普世界嘛 那个怪兽开到天理字 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 湾宝事件嘛 那西瓜田 还有那个A7 那个桃园他们的土地 还没有征收就已经预表寿给 各种的这个东西我看了都非常难过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一个连接 这是我的问题 不好意思 谢谢你的问题 我想可能就是说 我们就只有一个社会一个世界 然后就是说 某种程度上那个经验 或是发生的事情 应该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养成的那个过程 我们对相同的那个事件跟经验的 那个处理的方式跟角度 也许不太一样 那我其实说外文系里面 是不是对这一块 外文学们里面对这一块 比较冷漠还是怎么样 参与的程度高不高 我这边是没有办法做说明 那但是就是说 我们所学的那些 所读的那些理论 基本上原则上 应该是可以提供我们某些角度来 包括你们刚刚很关心的那些 社会不义的那些问题 只是说我们那个出因的方式 也许当然还是可以选择到 直接到现场去参与最直接 最立即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说 在知识的层次上 在意识的觉醒上 我们可能在课堂上 或是说透过其他 现在这种多媒体啊 网屋串联啊 脸书 都还是可以去做 那核心的问题就在 就是说当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能够用那些 坐在教室里面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的 这些理论的这些角度 视野去谈 启发我们可不可以 说集中能够作为 什么样的一种解释的一种模式 或者一种框架 这个当然就学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讨论的空间其实还非常大 我基本上还是可以 我也愿意接受说 哪怕说集中有所谓的特殊的历史时间空间地点 也包括说到底死了多少人 然后能用什么方式 也就是说它有比较实证的层次上的 然后是谁发动的 然后大部分是杀哪些人之类的 这种比较实证的历史层次 data的方面的那些问题 不过我想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事件 不会只停留在这个层次吧 否则的话就是说传过水无痕 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跟我们后代到底有什么关联 那阿甘本那个当然那个做法是很争议性的 就是说很多人不满意 他把政治或者生命政治 完完全全用集中影的脚步来看 那我在看的时候 我的确还是有看到某些相关性 阿甘本他也自己做了很多的一些 很努力的一些连结 集中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说人被丢到了一个 他在这个社会上 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代表性的 就是说他最真实的 最重要的生存的那些东西 都可以被剥夺掉 一进去每个人 就是说理光头 然后呢 全身赤裸 马上去做那个消毒这种工作 做完之后随便一件衣服 每个人穿起来都一样 上面盖一个号码 之类的这样一个经 没有错 那个是曾经发生在西元几年 几月几号的某个特殊的历史事件 但是我们从这样一个集中影经历里面 我记得上五位某种子 你看到刚刚您所讲的一些事件里面的一些类似性 像大福这种东西 就是说土地对农民来讲 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安生匿命的一个基础 今天随随便便 一个挖毒机开进来 就把整个土压破 那种经验大家不觉得 跟某种集中影的某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样啊 他顿时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一些生存的一些依靠 他变成是一个国家机器可以任意摆脱丢弃的这样一个对象 从这个角度上来连结的话 那当然都跟也都是一样啊 就是说莫名其妙一道命就下来 请你搬走 像土地啊房屋啊还包括说人的这种公民权 那些非法 是非法 那个万己老公之类的 等等 某种程度上其实都还是跟 阿甘本所讲 没有错 他是以集中影为主要的范本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当中去看到某种 政治力怎么样去介入到人的生命里面的一种普遍的存在的一些情境 那也许人会去argue就是说 但是政治有比较乐观的地方啊 有比较常态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去谈 就是说哪一个是走了比较深 哪一个是比较涉及到比较根本的那个层次吧 那我就我读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会去从集中影 会去从这种比较极端的后灾难这种角度里面来谈 那些东西基本上我会回过头来看 我会发现到说 其实有点悲哀啊 我们所谓的正常的日常的世界里面 到处都是充满这种例子 那我就对我来讲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启发 那甚至说包括说像集中影 大家也不会觉得就是说那个只是纯粹是欧洲的一个东西是纳粹屠杀 有太人的一个东西 随着这一些越来越多的一些见证流出来之后才发现到说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亚洲东亚一个共同的一个历史的经验 你才会了解到说原来在二三十年前 或者说大家现在看到光鲜亮丽的那一个公园啊 或者说那个饭店以前是拿来观人的 拿来当做集中影的 那现在绿岛你看这个观光化的一个地方 几年前曾经是怎么样 北韩也是啊 然后最近蛮多流出来的是柬埔寨 你看北韩柬埔寨 台湾 菲律宾 越南 到处都是其实都是有类似这种集中影的这种经验 那我想我们对集中影的经验我们不会卡在说 可是人家死了六百多万人啊 那个很奇怪 那个有一次有一个笑话就是说 有个台湾的留学生跟中国的留学生 两个人在聊天 聊他们的历史灾难 那台湾的留学生就说二八死了好几万人 那个中国留学生当场就说那算什么 整个文革中国死了三千多万人 我想这对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尊重 应该不是说数字上的那种 如果把人的生命的价值贬义成为 只是一个数字上的那个落差来对价的话 那种思维我基本上就其实跟纳粹是差不了多少 生命不可剥夺一个人 或者说一个房子一片土地 都是应该要去捍卫的 那这个我想就是说也许你没有直接回答到你的问题 我基本上还是认为说 这些西方理论它当然就是说 它的经验层次上的那种材料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你不可能期待任何一个理论家 全世界各地的这种历史材料都纳粹去用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是我们独的人 自己可能要从当中去找到某些串联的一些地方 我想基本上对我来讲 至少今天讲的这个这个理论的话 应该还是那个串联性应该还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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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